是我们问题在这里 我们把经济 把祖师大带的解释扭去了 所以没效果 如果正直正见 哪有不得清净心的道理 你真能得清净心 你肯定是智慧长烦恼情 法系充满了 你会算欢喜性 你才晓得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 可是大多数人 都没有显著的小谷 那么这两天 北京 胡小林老师到这来看我 他告诉我 他最近四个月念佛 因为过去念佛功夫不得了 还经历得很辛苦 他读《英光法》是文章 真正体会到 《英光大师》所教的 有生意法 他真正学习 学习 学习了四个月 效果非常足处 我让他在我们协会 做报告 跟大家分享 非常重要 印族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 没正在我们协会 那就是 用心寄宿 佛号 从心深出来 从口念出来 从耳朵听出来 听进去 一定要清清楚楚 心深清楚 口念清楚 耳朵听清楚 再加上一个技术 从一到十 念的时候了 初秋的时候 最好念慢 不要念快 快记不住 不要用念朱 用念朱分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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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句一句名 字字清楚 字字都听清楚了 而且心里就记住 我这一句佛号是 第几身佛号 从一 几到十 但从一到十 不容易 就忘记了 忘记从头再来 那么实在是 那一法子 主事交给我们 把它分成两段 从一到五 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才从六到十 记得清清楚楚 有没有方法 不是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不是这样的 还是十句 前面五句 一二三四五 后面五句 六七八九十 你要这样几发 十句念完了 再次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二句 很确定 因为念佛 咋念太多啊 忘念纷飞啊 用这个方法 可以写忘念 大师之佛在讲 都是六根 这个方法 三个清楚 阿弥陀佛 这个字 清楚 听得清楚 就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记得清楚 再有困难的 你就三三四 用这个方法 第一段三句 一二三 第二段三句 四五六 第三段四句 七八九十 你用这个方法 这叫都学六根 敬意念相机 大师之佛 他说的 你用这个方法 试试看 胡乔林做报告了 胡居士在旁边听懂了 他这两天在试 告诉我 很有效果 确实不一样 欢喜 先存出来了 当然 最重要的因素 方法是租远的 最重要的因素 是你放得下了 真放得下了 这才是个真因 放下那种自在 那种快乐 就跟极乐世界人一样 极乐世界人 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他放下了 我们什么都没放下 果真放下了 跟极乐世界人 没差别 他极乐 我们也不是极乐 那种要是放下 放下呢 一定得坎坷 知道这个世界 什么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你才会放下 放不下 修士把这个度 看作是真的 错了 感谢观看